是一名长期中风瘫痪的男子 他就躺在床上 想不到他的亲弟弟 趁着他睡着的时候 当着他的面对外籍看护下手信心 而男子的太太后来发现到 看护全身是伤 才赶紧报警抓人 新北市淡水在去年12月 发生了一起菲律宾及外拥被刑情的案件 一名中年男子因为中风握病在床 没想到他的弟弟却趁他熟睡的时候 对他的外籍看护信心 男子老婆发现报警 不过嫌犯却说自己是冤枉的 30多岁的菲律宾警女看护 被警方发现的时候双手双脚于心 嫌犯不承认犯案 不过警方在现场垃圾桶内 找到与他DNA相同的手套 这才将这名男子逮捕到案 他现在就是姓氏都没拉他 他现在就要整个都拉他 虽然嫌犯到案后说一切都是被害人自导自演 不过警方还是根据鉴定的结果 将男子移送法办